平安法 平安法很簡單 平安以至值千金 值得平安的 什麼都平安 名叫郭錦泉 我今年已經69歲了 我開了這間店 已經應該超過40年了 我自己做師傅 家庭職 請少少女公 就熬到今時今日 平安法是叫鮑三鮑 為什麼叫鮑三鮑呢 你看到有人搶鮑三鮑 供奉神明 用來拜神 所以他叫鮑三鮑 以前是當地的老人家 買去拜神 吃了平安 當時是吸收壽字 他都是長壽 很不容易 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就是 好像一个未打磨的鑽石 我爸爸用了四十几年 在炕山开了出来 现在他没有力量再打磨它 令它发光发亮 我就想去做第二部分 我从小开始都在做帮手 但是当时都是玩的性质 不会说懂得做 但是这十几年 就算在外面上班大学的时候 我每一年在太平清住的时候 都聘用了一两个礼拜假 回来帮忙最高峰的时候 直到两年前我就决定回来 真的是全职装 真是真真正食 下手帮忙不是玩的性质 这些传统东西 当然比西式东西不够好 西式东西很美喽 美来美喽 但是传统东西是说扎实 因为以前人们很窮 所以做传统饼就是要饱肚为主 所以其实做这些合作 或者今年不同的日资 是想有一个门口打开 让人知道传统东西都是传统的 是好的 让人们接触这件事 而不是将整个产品都变成了 不是这样的 接收修两年多 所以招牌更加多人认识 传媒和我们那些长洲人 香港人 或者国外的同胞 认识了我们的招牌多了 然后散美了很多 我从来都很少赚一些儿子 现在搞到今时今日这样 起码都给狗云上了 你无端端这么松手 我现在来无端端 哈哈